新北市从民国100年起连续9年荣获全国制茶技术竞赛冠军 堪称是冠军茶香 配合冬茶上市12月7号8号14、15号 在平林江举办新北好茶活动 并且推出了多条旅游路线还有体验行程 新北市长侯友宜邀请消费大众到冠军茶香喝好茶 新北市长侯友宜现场品尝熊七夜冬茶赞不绝口 配合文山包种冬茶火热上市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担任代言人 邀请民众12月7号8号起到平林茶博馆旁广场喝好茶 侯友宜市长表示新北市从民国100年起 已经连续9年荣获全国制茶技术竞赛冠军 堪称是冠军茶香 新北市冠军的茶香 不让在平林在三峡甚至十门十定 平西都是我们冠军茶香的好地方 因为连续9年我们得到自茶技术的冠军 7号8号14号15号四天都在平林展授 希望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以及媒体们 来到我们平林品尝 12月7号8号1415号在平林区也推出了茶香一日游 畅游五大小旅行路线 茶室体验营大型流水面线体验 复古人力车游平林 并与在地地方创生团队合作规划 老街装饰艺术以及一系列精彩活动 有喝有玩又有得拿 我们有五大旅游的包装 尤其结合人股复利车 就是复古的人力车 以及自茶的面线 茶油面线 这回来包装旅游 一起享受从茶产出来的旅游路线 有我们以前的旧游的回忆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新北市四五星极致茶厂代表 与侯友仪市长一同在茶树上挂上冠军小卡 象征新北市出产的茶品 品质 安全 技术都是冠军 记者陈小丹 张文琦 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